我其實雖然沒有再有 她的聯繫方式或什麼 可是其實我在心裡 常常會想起她 所以媽 妳還是有愛阿公嗎 我愛阿公的是阿嬤 這個誰 我們說實在話 有時候在拍一個片子的時候 你會去想到觀者的情緒 那那個時候導演來找我演這個 就是教很多男朋友什麼 就是魅力怎麼樣的時候 其實我是會覺得說 嗯 你確定 妳也跟妳老婆一樣 我們一世人在外面有囉 當然最好的方式是 妳真的找到一個 就是漂亮的 然後一回頭 就是所有的人 都為她徹服的那種女孩子 來的話 她起碼的分數絕對是好的 可是我知道 我不是這一路的嘛 不要鬧 我在那邊就是回眸嘛 就不要鬧 所以我必須要找到是 適合我的這個人 去發展出來的角色方向 我不能夠在那邊 就是玩 所以我其實在捏這個角色的過程 其實找了一下子 妳說現實生活中 我沒有我沒有那麼瀟灑的 完全沒辦法 就是有時候甚至是 有點俗辣 我是一個很容易 比方說妳有認定了 可能還蠻安穩的人的時候 妳就會有點安穩了 就是很磨擷 我的工作可能就 不會衝得那麼的起勁 這幾年來我也在想說 我現在到底如果在談戀愛的話 是不是其實已經不一樣了 因為我現在比較期待的情感關係是 住在不同的地方 就各自住在不同的地方 然後也不需要去分擔 跟同一個什麼房子 房租啊什麼的 就是那個個人空間 對我來 對現在的我 其實蠻重要的 我其實覺得結婚不是 也不是說非必要 因為婚姻對有些人來講是需要的 我不覺得是不好的 但對我來講 我沒有覺得非一定要 因為重點是 我跟對方的相處 就如果我們可以相處到 非常平衡的狀態 那那個那張婚紙 我們有需要一起去簽署嗎 相處是比婚紙重要 那是我單純個人的感覺 我三十幾歲的時候 一直在想 就是要不要就先不管了 先生 但這個心態太不好了 就是你為了搶快 然後生了一個小孩 你知道自己生他的原因是什麼嗎 那有沒有辦法教好他 因為至少我現在看到身邊的朋友 是 父母帶一個小孩都非常辛苦 那更不用說如果我生了他 我要怎麼帶他 所以對於你生小孩這件事 你現在也沒有很強求對不對 嗯 不強求 而且現在是不是領養也還算蠻 蠻單身的領養的 我覺得領養很好啊 是喔 嗯 重點是領養的念頭絕對不能是 你想要你的後半輩子要這個人來照顧你 如果我要領養小孩的話 就是我的收入要穩定到我可以負擔他的教育費 然後他的生活費什麼的 聊天聊到凌晨三點 從就是 嗯 男閨蜜那樣子 人生其實是分分合合的 我們早就知道這件事 但是大學的朋友 嗯 你覺得他會跟你一輩子嗎 嗯 但是 但是有時候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有一段時間一直在準備 就是我們是不是會 如果哪一天我們各自離開學校 進了社會 我們開始進入不同的那個領域的時候 其實我知道會分開 但總之 倒不是因為我們進入不同領域而分開 而是因為有一次一起工作之後 我們其實對工作的認知差別太大了 那一次之後 其實朋友就離開了 他去做別的事情那樣子 我蠻難過的 那時候在工作上面是有 比如說去或爭執是不是 有啊 劇場一天到晚在爭執 就是一天到晚在那邊互吼啊 吵架 我就是要這樣寫怎麼樣 那真的不是跟 那種是真的為了作品在抗爭的 那個不會影響到什麼 嗯 但我跟他的那個吵架就是 到了已經是我們對於工作的過程什麼 都是完全不同的 我們的性格 就不知道為什麼聊天的時候 很多事情可以一起聊 但是一起合作就不行 嗯 那次是其實 嗯 我有花了點時間去放下 就是所以到現在我們都沒有在過 嗯 而且 再次成為朋友的時間我覺得已經過了 但是我其實雖然沒有再有他的聯繫方式或什麼 可是其實我在心裡是 常常會想起他 嗯 我覺得 嗯 人生很奇妙啦 就是也許總共有一天我們還是會再碰到 嗯 我就是希望說我們兩個都一直很好 然後有一天可以再用不同的形式想 你有話想說卻苦無發生的管道嗎 你對事情有不同的見解卻無人傾訴嗎 年輕學子們站出來說出你的想法 讓我們聽聽年輕人的心聲 鬧變風向 強力徵求學生辨識 只要你敢說 我們就敢要 趕緊拍攝影片 然後發送到我們以下的信箱 就會有專人跟你聯繫 還有還有 別忘了訂閱我們鬧變風向的YP頻道 按讚 開啟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我們精彩的辯論哦 各位朋友 鬧變風向 趕嘴就來辯 閉嘴就來臥 閉嘴就來自家彩幣 對面錄下來 閉嘴就來自家彩幣 閉嘴就來自家彩幣 employment官的手錶 我可以做我